AI教父黄仁勋忍不住嘴馋 周二中午突然出现在四平商圈 从猪脚火锅豆花吃到牛肉面 民众争相合照 而外界关注的却是这个话题 黄仁勋嘴上说没有要跟赖清德会面 不过两人对于要不要把台湾打造成 AI科技岛的想法倒是不谋而合 成功智慧之导 传出两人可能将针对台湾AI 供应链与战略布局进行讨论 甚至更有黄仁勋想在台湾打造 第二座AI研发中心的计划 而这座研发中心设置的地点 将会在台南和高雄之间二则一 而对此总统府幕僚表示 目前没有规划见面的相关行程 对于会面两方都没有松口 难道是因为怕挑起中国的敏感神经吗 因为在科技战的情况下这里还涉及到 不只是经济还涉及到国防 国家安全自由民主的这些国家 一定会组成一个新的下一代 我们讲第一次在工业革命的是AI供应链 在黄仁勋后面讲话他实在是很大 黄仁勋不仅在李国鼎颁奖典礼 跟蔡英文同台也不掩饰称赞 蔡英文真的太棒了 甚至这次回台也强调愿意来帮忙台湾人工智慧 不难看出黄仁勋对于台湾的深厚情感 但是恐怕在AI科技岛的背后 更多的还有国际美中台政治角力 下令新闻林书贤杨纸玉台北报导